新北市升格後 它將不再是台北的邊垂 它將不再是台北的附庸 更重要的是 我們將回歸 以新北為自己的中心 以市民為中心 那麼所以在這段時間 主席握得每一雙手裡面 深切地感受到 大家市民的那一份深深的期待 所以我們也期待 I love new 它不只是一句選舉的口號 我們期待它是一個運動 它是一個新北市新的價值的運動 而我們也期待這一場選舉 是新北市民 我們能夠共同參與的 一個市民的行動 所以蔡主席的參選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蔡英文們 一起來共同來啟動這一次的選舉 所以今天我們也邀請了我們競選工作團隊的每一位夥伴 大家都是蔡英文們來陪同蔡主席 來為大家來提出我們的競選主軸 那麼現在我們就邀請我們競選的工作團隊的每一位夥伴 那麼來出場 那我想在這場選舉當中 我們將沒有政治算計 我們選舉團隊都非常的年輕 我們也沒有包袱 我們有的就是理想 就是對這座城市新的想像 新的可能性 我們期待在I love new的 這樣的一個對城市共通的語言裡面 能夠看到一個新的未來 I love new 就像我們說 I love New York I love Paris 它其實是一個城市共同的語言 是代表每一個市民對城市的愛 城市的想像 而這樣的想像 需要一位新的推手 新的市長 來為我們打造 現在我們工作團隊 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未來新幸福 新時代 我們的推手 蔡英文 蔡市長 蔡主席 來為我們大家演說 我們各位媒體朋友 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今天 我們新幸福新時代的這個說明會 我首先還是要謝謝我們的競選團隊 從我在午夜的下旬 宣布要競選新北市的市長之後 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完全而且充分的發揮功能的競選辦公室 而這個競選辦公室 在很短的時間內 也把我們整體的文宣 還有出戶階段的很多的行程 都已經就緒 同時我們的白皮書 也接近在一個完成的階段 那我要在此 要非常感謝我們的競選團隊 志以忌業的努力 尤其是我們的文宣團隊 那我們文宣團隊的負責人 志堅 他又藏起來了 真的 志堅 謝謝他所帶領的文宣團隊 在這一個多月以來 很快速的把我們所有的文宣作業都就緒 以暗部就班的推出我們各項的文宣 今天就是我們開始介紹 我們這一次競選的主軸 也就是新時代新幸福 那在這裡我大概是要講一下 我們這個在 這個新時代新幸福的發展的過程 那麼當初這個新時代這個概念 我想我們的競選團隊都沒有意見 大家都一致同意了 但是新幸福這個概念 這個就有男生跟女生的差別了 那我們曾經問過我們團隊裡面的男生 他們覺得這個 幸福這個觀念好不好 他們覺得很平淡 沒有這個競選的爆發力 可是我們競選團隊的女生 都一致贊成 這個是有想像力的 而且是一個有很強烈的感受力的一個觀念 所以各位可以看看我後面的 女生確實比男生多很多 那這個團隊老實講也是女性當家 所以我們就採用了我們 我們的女性的意見 就今天我們的主軸 就是各位所看到的 我們講的新幸福跟新時代 國慶你看起來比較高一點 不過他只有一個 我們在講新這個觀念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錯 這個台北線 也就是將來的新北市 面臨的是一個新的開始 那新的開始也代表的是 將來我們期待也非常的有可能的 創造很多新的事物跟新的環境 在這個新北市 它代表的是一切的可能 所以這個新是一個開始 是一個創造可能的一個開始 那麼這個新也代表了我們 我們新北市的深格 那麼從此我們就脫離過去的不平等 那我們開始有一個直轄市的地位 那麼我們有一個新的開始 讓我們能夠提供給我們的新市民 新的更好的服務 那麼我們這個新也代表了說 我們跟北市的關係 有了一個新的開始 那麼將來我們不再是一個邊垂 不再是一個附庸 那麼將來我們是一個新的合作關係 在一個新的基礎上 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 我們會發展新的合作的關係 那麼這個新代表了很多很多人的期待 代表了很多人對將來的很多的憧憬跟希望 我們也希望在將來新的市府 新的團隊 來共同創造一個新的可能 跟新的新北市 那麼這是新 那麼幸福呢 那麼我們不需要講很偉大的觀念 其實幸福其實是一種感覺 那麼幸福其實也是 這是一個很多很多努力的最後的結果 那我們的責任就是要給市民這個感覺 那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讓我們的市民有這種幸福的感覺 那幸福是什麼呢 就是照顧到每一個市民周邊的大小事 這叫做幸福的努力 那麼我們深刻的體驗到 對很多人來講 幸福就是想結婚的人都可以結婚 而不需要顧慮到他沒有足夠的經濟的能力 那麼幸福是什麼呢 幸福就是說 你每天都不需要受塞車之苦 想停車的時候 找得到停車的地方 幸福是什麼呢 幸福是當你坐在家裡 想出去走走的時候 在走的範圍之內 你可以找得到綠地 你也考得到公園 也找得到公共的空間 來做休閒 那麼幸福是什麼呢 幸福就是說 當你家裡有小朋友 有小baby的時候 你不需要到處去找保母 或者找不到保母 或者要拜託長輩 來帶回照顧 而有一個好的新市府 替你安排一切 讓你的小朋友 能夠得到最好的照顧 跟照養 那麼幸福其實代表了很多很多 你我周邊的大小事 那麼幸福也代表了 我們將來 我們的家 可以便宜一點 可以大一點 離捷運站近一點 這也是一種幸福 那麼幸福有很多的面下 是一種感覺 但是是很多人的努力 是一個市府團隊的努力 那麼在最後呢 我還要再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剛才我們主持人講 我們要有一個新的選戰 也希望能夠有一個 對台灣的選舉文化 有一個新的開始 那麼在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沒有使用旗子 我們也沒有使用宣傳車 那麼各位 將來看到我們的看板 也會覺得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看板 不會看到候選人的大頭照 也不會看到候選人的全身照 也不會看到候選人 我們看到的 等一下我們會給各位看 我們看到的是 每一個 我們在路上 可能看到的新市民 那麼他們的生活 跟他們將來的 新時代 裡面的新生活 那麼這是我們 在我們競選的過程中 我們也試圖 引進一個以市民 以選民為主軸的 一個看板文化 一個文宣的做法 謝謝 I love you I love you 新幸福 新幸福 新時代 新時代 I love you I love you 新幸福 新時代 新時代 蔡英文 加油 蔡英文 加油 蔡英文 加油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 我們來第五競選 請周圍西亞的記者會 正時正邊 抱一個憤怒